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人类历史也因此有了巨大的演进 随着物种大交换,贸易,殖民和人口大迁徙的发生 世界全球化的序幕也就此拉开 人类的经商路线开始在路海间转换 世界政治结构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其中,商人对财富不遗余力地追寻,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 因为他们,世界经济版图得以重新划分 供求关系,定价测量,工业间谍,技术传播 开始逐渐成为世界大国扩张与较量的武器 这些跟财富有关的重大变革,给人类带来的震荡 不亚于奴隶起义,气候巨变和大瘟疫 然而,历史是健忘的,人们总是记住大事件 却遗忘了那些改写世界商业格局的细致末节 贵金属,香料,石油,毒品,性交易,烟草等产业的诞生与新生 替代与转移,以及为了他们展开的商业角逐与扩张 构筑着不同国家的经济版图 大家好,我是徐冲浪 这里是川普拉斯的全新系列《财富之路》 本系列将以好奇形为奇点 在陆地与海洋之间奔袭 探寻人类经济如何做到今天 通过这个系列,你将从财富的视角看边世界 货币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是与政治产生勾连,成为权力的工具 争夺本国货币在国际中的话语权 始终是大国间战争的一部分 古往今来,谁能制定货币规则 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 从而称霸世界 迄今为止,世界经历两种类型的货币盟 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始终盟盟 和以美元、银瓣为代表的信用盟 自大战引人 人类就长期处在美元霸权的质物之下 但众所周知,在美元出现之前 黄金作为国际汇率之盟 曾坚定了统治的全球货币体系 近三百年 在这三百年间 无奥着黄金发生的战争输不胜数 从西班牙、葡萄牙 在美洲、非洲大开沙戒 到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成为海上霸主 对黄金的渴望 始终是老阀帝国 发动战争的根源 从英国规定的亚昂斯黄金 等于三英镑 十七千令 十点五便是 到亚昂斯黄金 等于三十五美元 对黄金定价权的争夺 也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 博弈的核心 从金本位之战 金块本位之夺 金会对本位之争 再到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 做到如今的反抗美元霸权 可以说 国家间关于货币的战争 从未停止过 5月19日 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成军 在莫安山会议上表示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 我们管不了人民币汇率 放弃人民币汇率目标 是对美元霸权的一次挑战 也是加速美国烧热的最强碎化剂 新时代的货币战争 或许已经悄然打响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 人类为了抢夺黄金 都做了哪些最悪的事情 资本主义国家 又是如何利用黄金 发动货币战争的 美元又是如何顶替黄金 偷袭成功 实现全球美元霸权的 都使以民间 达了黄金的金融货币史 马克斯曾说过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历史上 铝迪亚经营的巴克图鲁斯河 曾盛产杀金 便捷的看法条件 让它成为了第一个 使用黄金铸币的国家 为了方便经营小欧贸易 当时的铝迪亚 又铸造了银币 并规定 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 唯一笔实 随着地中海周边地区 频繁的商贸往来 与军事扩张 这项黄金铸币传统 从小安西亚西海岸 延续到了欧洲西亚 此后 马其顿帝国 罗马共和国 罗马帝国等 都无一例外地发展着 黄金铸币文化 当时 有些国大的国王 还会用自己的肖像 取代帝国首都的标志 并加货币上的源头 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覆灭 西欧进入到了 多政权分立的 欧洲中世纪时期 而在欧洲大陆 版图东部的东罗马帝国 则因强大的国力 和繁荣的对外贸易 使得本国的金币 成为了整个地中海区 最具国际信誉的金币 被称为欧洲中世纪的美元 欧洲各地 也纷纷仿着其铸币体系 并以东罗马帝国 皇帝的名义 和头像发行铸币 东罗马帝国 不仅将黄金作为货币 而且还将其作为 至高无上的财富 进行宣扬 根据史书记载 东罗马帝国 曾拥有30万本黄金 修建的圣索菲亚教堂 用来为金币玉座 征扬的黄金大树 大树和玉座上 还有金币鸟儿 狮子等装饰 只要有人拜访时 金币的雄狮 就会打动尾巴 并发出低沉怒吼 金币的鸟儿 则会发出清脆提名 但到了后期 庞大的黄金需求 使得东罗马帝国 境内的黄金 竟然耗尽 他们不得不将目光 放到了国外 埃及和苏丹南部的 努比亚金矿 是当时帝国 甚至整个欧洲 源源不断的黄金汲取地 然而 公元七世纪 由于热忱与 伊斯兰尿的阿拉伯人 迅速崛起 欧洲与努比亚之间的 黄金往来 被彻底斩断 1453年 由于贸易萎缩 等各种原因 东罗马帝国 在欧洲的权力 与地位 彻底丧失 这刀以利于欧亚大陆 长达近1130年的古国 遗憾地走向灭亡 尽管一个强大的帝国 灭亡了 但黄金货币体系 却深深地根植在了 欧洲大陆中 14世纪初 饥荒席卷欧洲 搬却是饥荒而来的 是欧洲人 急不择时地选择 猫 鼠 昆虫 和兽分冲击 在几乎没有东西 可以食用的时候 欧洲人 甚至把墓地的尸体 挖出来果腹 传染病与暴力犯罪 在欧洲上演 遍地的尸体 让一场黑死病瘟疫 迅速笼罩整个欧洲上空 据统计 在这场灾战中 死亡人数 可能占到当时 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 至少达到了两千万人 此外 战争和频繁的政治动荡 也让14世纪的欧洲 充满了杀戮和死亡 1338年 英法战争爆发 并断断续续持续近116年 1346年 意大利爆发工人起义 不久后 农民暴动 伤人起义等事件接连发生 1381年 由于英国在军事上的失利 导致科权杂水不断增加 一场凶猛的农民起义 在英国爆发 饥荒 瘟疫 与无休止的战争 让欧洲的人口数量急剧下滑 劳动力市场变得越发紧缺 当时 欧洲劳工工资和收入大幅增长 和工资同样上涨的 还有欧洲人的残富 由欧洲大量人口死亡 物质残富和货币残富 可以迅速流转 这些庞大的残富 或是被继承 或是被侵占 以法国南部城市埃尔比为例 市民中 运入不超过10里福尔残富的人口比例 从1343年的31% 下降到1357年的18% 运入100里福尔残富的人口比例 则从11%上升至了20% 工资暴涨 残富增加 欧洲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 大家拒绝劳劳动 却追求华福 享受格调 生活必需品之初所占的比例开始减少 肉 黄油 鱼 外国进步的调味料 进一首饰 丝绸 在所有人群中的消费比例开始上升 历史学家BT 曾描述这一时期为 风房作乐 无节制的消费 奢侈 以及放荡堕落 极度膨胀的消费欲望 加上越发沉重的军费支出 人们对黄金 白银的需求日益高涨 于此物时 由于欧洲与东方贸易频繁 欧洲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 黄金大量外流 在当时 欧洲各国均出现了黄金短缺的情况 1409年 巴黎的钱商上街抗议 称无论出多高的价钱 都已无法为铸币厂提供更多的金银 伦敦的英国塔铸币厂 弗兰德斯造币厂 则选择在一段时间内 官场停产 面对金银短缺的情况 金矿开出高额的薪资 吸引人前来挖金 当恶劣的金矿环境 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毫无吸引力 不仅如此 欧洲文明经过3000年的发展 黄金开含量 已经接近当时水平的上限 1400年 整个欧洲的年产金量不足4吨 远不能满足交易的需求 当黄金资源变得极其可为时 人们开始醒悟 是时候要寻找新的黄金男人了 说到这里 请大家没有订阅后关注的 给我一个订阅关注 已经订阅后关注的 给我一个特别关注 15世纪 打在欧洲人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向东走 从欧洲经波斯文前往亚洲 13世纪 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线 到达中国 在他的笔下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 遍地黄金 但15世纪 波斯文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 欧洲人不能从这条路上 直接获利 那条则是向西走 横跨大西洋 到达亚洲 这条路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虽然有理论依据 比如圣经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 都在书中写到 地球是原的 但那时 无知的欧洲人认为 在大西洋外部海域中 存在着海中怪物 巨大漩涡 灼热的太阳 和沸腾的海水 能杀死任何想要靠近的人们 前路未知 且充满恐惧 但对黄金的渴望 却支配着中人 远赴海洋深处 1415年 地下人少的葡萄牙 率先卖出了征服大西洋 寻找新黄金的第一步 葡萄牙人 率先占领了非洲西北角的 桌上海港 休达 并以此为跳板 沿着西非海岸南下 他们既采取正常手段 与西非土著 进行货物贸易 以食盐 衣服 和白酒等物品 换取黄金 也采取欺骗 和武力抢夺等方式 获得当地部落里的黄金 1480年前后 又一葡萄牙人 阿尔米娜 率领一支舰队 登陆了西非加纳 将其命名为黄金海岸 他修建堡垒 专门奴役黑人 进行精快挖掘 并为了换取黄金 做起贩卖黑人的购当 16世纪初 葡萄牙的殖民版图 美洲流入葡萄牙 1492年 在西班牙王室的赞助下 哥伦布很多大西洋 发现了美洲 西班牙国王查理武士 夏达训令表示 在美洲的殖民者 寻找到的黄金 只需要向国王交五分之一 其他的都归他自己所有 在这个诱人的条件下 无数西班牙人 奉拥前往 1519年4月 西班牙人克尔特斯 率领舰队 从墨西哥东海岸 登陆美洲 进入阿兹特克帝国的领地 当地国王蒙提祖马 为了试探克尔特斯的难意 给他送去一些黄金制成的礼物 其中有一块 壮如太阳 大小如麻撤轮盖的金盘 最为豪华 蒙提祖马认为 如果他是冲着黄金来的 这些礼物 就能让他满意的离开 然而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去世探掩者和征服者 来到新大陆的 正是宗教化的黄金渴望 这些礼物 让克尔特斯的野心 急速膨胀 他的目标变成了 彻底征服阿兹特克 拿爆所有黄金 1519年11月 克看到了阿兹特克 都城中心耸立的 40米高的金字塔神庙 在被国王邀请进入宫殿里时 又看到了一无子的黄金制品 克激动地对手下的士兵说 等你们将阿兹特克踏平 你们要拿什么就拿什么 1521年 阿兹特克被屠城 克率领士兵 对这座帝国 进行疯狂的搜索和扫办 无数的黄金珍宝 被运到西班牙 五年后 西班牙人皮萨罗 到达美洲 闯进印加帝国的疆域 印加帝国首都的太阳神殿 是用黄金和宝石装饰的 巨大建筑 礼堂从墙角到屋顶 全部由黄金覆盖 并装饰着精美的花毡 神殿花园的一切花鸟数目 全部都由黄金制成 皮萨罗踏进这座 由黄金做成的园林 热血沸腾 他发誓要从中夺取黄金 1539年左右 皮萨罗选行印加帝国 并在此建立了新城 利马 至此 西班牙毁灭了阿兹特克和印加 这两只马亚人的后裔 彻底控制了南美大陆 为了长期霸占美洲 掠夺丰富的资源 葡萄牙 西班牙等殖民者 开始疯狂地掠夺土地 开办矿场 黄金矿区 位于大河谷中 矿区 是一个个的洞穴 深度通常为60英尺 黑暗的洞穴 每次仅能容纳一人 弯腰低头爬行 矿工用拱 提炼纯净的黄金 但拱蒸气和密布托风的空间 让矿工和家属都中了拱毒 头发牙齿全部脱落 全身不停地发抖 而这些矿工一旦丧失劳动能力 殖民者就会将他们赶出矿区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有数据显示 在矿场里工作的被殖民者 和从非洲运来的黑奴 死亡率达到了80% 和死亡相对的是 焕发生机的黄金 源源不断地破土而出 1521年到1544年 西班牙每年从拉丁美洲 运回的黄金 平均为2900千克 数量激增达到了平均每年5500千克 到16世纪末 世界金银总产量中 有83%被西班牙所占有 西班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 巨量的黄金白银输入西班牙 西班牙人的消费用彻底被点燃 他们相信抢夺兰的黄金 容囊中取物 并且取之不尽 用之不及 在这一宗旨下 他们极少将黄金 变成扩大生产的资本 却用黄金不断地购买他国产品 进行大肆消费 比如购买手镯 玻璃器皿和扑克牌等小玩意儿 黄金如同流水 从非洲 美洲流入西班牙后 又马上流向其他国家 内部烧米之风盛行的同时 外部不断地战火 也让西班牙混合五度 西班牙国王查理武士 希望西班牙成为 罗马帝国一样的强权国家 在这一言行下 西班牙与周边国家 如英法 荷兰 比利时 奥斯曼等国 冲突不断 同一时期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万能在新世界的开发和掠夺中 奋着一杯羹 推行了一项政策 他向英国商船 发放肆虐许可证 指使他们去抢劫 西班牙本国的商船 1577年 第一批获得许可证的英国人 德雷克 率领五艘帆船 从英格兰起航 再从秘鲁 到巴拿马的途中 德雷克抢劫了一艘西班牙运金船 截获了80万磅黄金 26吨银钉 和大量宝石 德雷克将所截获财宝的三分之一 献给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 将其招入完宫 足够听他讲了六个小时的海上战绩 并撤封他为绝世 以此表彰他 从西班牙手中 为英国截获的第一桶金 那头航金的诱惑是巨大的 在德雷克的身后 越来越多的英国人 加入抢夺之列 同一时期 英国的政策支持 被法国 荷兰等国家效仿 大西洋原本平静的海面 杀戮不断 据统计 在西班牙国王查理武士在位期间 因军事的原因 所付外战 达3700万打卡金币 比这一时期 从美中运抵塞尔维亚港的 所有贵金属的总价值 还要高200万打卡金币 1587年初 菲利普二世 集结了一致有130多艘战舰 3万多名战士 组成了庞大舰队 号称无敌舰队 准备打击英国 但德雷克率领舰队 首先突袭了西班牙的重要港口 无敌舰队的第二基地 加迪斯 在这次突袭中 36艘西班牙不击舰 33艘船只被击沉 紧接着 德雷克舰队 再次突袭西班牙的船投地 造成数百艘船只相撞 在回程途中 他还打击了菲利普二世的 四人运宝船 抢走了价值11万磅的黄金 由于德雷克的一系列操作 西班牙打击英国的计划 被迫暂时推迟 1588年5月20日 休整后的无敌舰队 从里斯本正式启航 7月19日 开始在印吉利海峡布阵 西班牙采取传统的排列方式 舰船兼并肩的横停在海洋上 7月22日 英国舰队 却以一条单长线的队形 首尾相接 用弦炮 进攻西班牙舰队 这是西方海战时代的一次全新革命 双方连续7天的对战后 西班牙彻底惨慢 因黄金而新 因黄金而栓 作为近代时代的第一个大伯 西班牙二人羡慕了 然而作为战利品的黄金 却开启了它全新人历史一页 而英国正是这一页的书写着 16世纪前后 由于西班牙从美洲大胃的黄金 在欧洲扩散的原因 欧洲的物价大幅上升 到1600年 全西欧总价和水平 比1500年高出200%到300% 其中西班牙上涨幅度最高 平均达到4倍 法国 英国 德国 则平均上涨2倍到2倍半 这场持续良久的价格革命 打破了封建社会 长期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 封建主的经济地位愈发下降 大量破产农民 犹如城市谋生 这一表现在英国最为明显 在城市 大量的手工工厂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雇用工人的规模也逐步扩大 在农村 圈地运动也大行其道的同时 一些富裕农民和中小贵族 开始供丧失土地劳动力 经营农场和物场 英国的仿制业 材矿业 冶金业 以及制造玻璃 造纸等工业 都迅速发展 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急速加剧 而当时为了筹集资金 应对物价上涨和频繁的战争 不少欧洲的王室都下令 让铸币厂减少铸币的含金量 以此增加货币的供应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1544年 英国亨利八市 重组了英格兰铸币厂系统 从当年5月到10月期间 英格兰王室通过减轻重量 降低纯度 增大面值的方式 对铸币进行了多次重铸 每次重铸都有一定程度的贬值 但国王却从中 获得了巨傲的铸币收益税 铸币收益税 是铸币厂在重铸时 收取的加工费 不过由于铸币厂有王室控制 实际上收益 全部归国王所有 在大贬值期间最严重时 英国的银币 累积贬值了80% 金币最大累积贬值了25% 在当时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制度 都采用的是金银负本贵制 本位币又称为主币 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通货 和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 金银负和本位 就是黄金和白银 同时充当本位币 但金银负本位制 具有天生的缺陷 首先金币和银币之间的兑换比率 由政府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比较稳定 但市场上的金银之间的相对价格 却经常波动 当黄金的实际价值增大时 人们就会把手中价值较大的金币 融化成黄金 再将这些黄金 换成银币使用 这种现象 被由于叫做托马斯·格雷辛的英国商人注意 他提出了格雷辛法则 即人们常说的 裂币驱逐良币 其次金属货币 无法避免在流通中出现磨损 缺损的问题 并且民间还会偷措 参加盗住货币 在当时 英国乃至欧洲 盛行偷措住币的风气 人们会磨措住币官方的边缘 等到积攒到一定数量后 再将这些金属文化 形成矿装物 卖给猪币厂 这样不足值的货币 可以从足值的一样 在市场上流通 并且人们还会把足值的货币 储藏起来 把不足值的货币出手 尽管偷措者 会因罪被判处死刑 但由于高昂的利润 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 1661年 查理二世 为了遏止这种不正之风 当不理向强制指示 所有的猪币 应当尽可能以机器铸造 其边缘应是以文理和文字 两年后 他也要求生产一种 完全通过机器铸造的金币 基尼币 不久 按照团案方法铸造的先令银币 也发行了 查理二世规定 新基尼币 面值为一半 相当于20先令银币 然而17世纪 从秘鲁和墨西哥银矿 源源不断地流下欧洲的白银 使欧洲白银价格大为下跌 并且 由于当时英国制定的法定 金银兑换比率 明显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导致新发行的银币 或是被民间私藏 或是被融化为白银 出口别国 换取金币 商人再将外国金币 用回英国铸币厂 重铸为基尼金币 简单举例来说就是 货币二套贩子 假如在英国 一基尼金币 可以兑换20枚银币 在邻国 一枚金币 可以兑换10枚银币 那么英国人 则会将手里的20枚银币 融成白银 去邻国兑换成两枚金币 回到英国后 再将获得的金币 重新融住成英国基尼金币 同样 金币也可以被兑换成银币 再出口别国 换取黄金 这也是基尼金币 市价高于关价的原因之一 到了17世纪后半夜 由于白银大量出口 英国的新银币发行量 较上半夜 减少了一半 而基尼金币发行量 却增加了一倍 同时 基尼金币不断升值 1694年 基尼金币可以兑换22仙令 一年后涨到25仙令 1965年 又涨到30仙令 长此以往 英国乃至欧洲的货币流通 全都出现了混乱 发起一场欧洲铸币 大改革运动 扩载眉睫 被苹果砸到脑袋的牛顿 成为了整个欧洲铸币市场的先驱 1696年3月 牛顿担任了 英国皇家铸币厂的总监 并1699年12月 收入了厂长 经过走访调查和阅读文献 他逐渐意识到 货币流通出现问题的根源 在于基尼兑换比率 1717年9月 牛顿向英国议会 并通过计算得出 英国出口的白银 比国内银币价格高出2到3便市 这是融化银币和白银出口的诱因 在报告的结尾 牛顿建议 应将基尼金币 减值10到12便市 价格固定为21先令 才是最合适的 以此让英国的基尼兑换比率 拉低到与国外相同的水平 1717年12月22日 英国财政部发布公告 以牛顿的建议为基础 将基尼金币的名义价值 确定为21先令 并将黄金价格定为美奥斯3英镑 17先令 正式与英镑面值挂钩 从此 3英镑17先令 10.5便市 成为了英国衡量黄金的唯一标准 并在此后的200余年里 一直被英国人遵守